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主要要文有 亚洲航空公司已经明确向失事航班的乘客家属支付首批的赔偿款 每个家庭将获得2.4万美元 亚航在信件中就表示,这封信不是用来确认乘客遇难的消息 只是对每位家属的遭遇进行经济上的补偿 有的家属已经接受了相关的赔偿 而有的则对信件里的措辞不满而拒绝签署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中心的负责人 4日在亚扎达的记者会上就表示 已发现相信属于失事客机的第5块残骸 以及另外的4具遗体 目前已经打捞的遇难者遗体的总数已经达到了34位 2014年12月28日,载有162人的亚航QZ8501 航班从印度尼西亚四水飞往新加坡的途中失踪 3天后被证实失事 印度尼西亚气象局就表示天气可能是造成QZ8501 班机失事的主要原因 自本年1月1日起,72家中央企业的高管就应该要进行开始减薪 中国研究专家马铁颖就表示 央企高层的薪金将改由基本年薪表现以及任期内的奖励组成三部分 并把央企高企的薪金减缩至普通职工的7倍至8倍 马铁颖又表示,去年12月31日是中央机关单位公交车改革的限期 限时车费补贴将会改为按照不同的职级发放定额的车费补贴 取代旧有的时报时销制度 马铁颖又认为,内地的贫富悬殊问题严重 上述的措施有助于减低民怨 在台湾,法务部以陈水扁前总统的病情恶化为由 批准他外保就医一个月,最快下午就可以出狱 按照规定,期间他最少要接受一次身体的状况评估 若身体状况有显著的改善,必须回肩继续服刑 总统服表示尊重法务部的决定 而陈水扁的家属以陈水扁病情严重申请他保外就医 法务部矫正署长、吴宪章等10人组成的小组 早上9时就进行了开会审核 征询过多名医生的意见之后 认为他在目前的环境下无法改善状况 需要增加与家人的相处 决定批准陈水扁保外就医一个月 预方为陈水扁出狱会引起了骚乱 早已经派动了警力来做出了戒备 陈水扁涉及的案件包括11宗 其中有4宗已经入罪 包括龙潭购地案、龙潭洗钱案 陈敏勋买官案以及元大复华案 合并执行有效徒刑为20年罚款2.5亿新台币 没收6亿新台币的贪污金额 至今他已经服刑了6年040日 再回到香港方面的消息 中大亚太研究所的调查就显示 受访的市民对行政长官梁正英的 整体表现的评分为43.1分 微升了0.4分 至于三名司长或最高评分的是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有57.9分 其次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调查在上月底进行访问了700多名市民 分别有近三成表示信任中央以及特区政府 同样增加近了5个百分点 而表示不信任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人 就有将近四成 另外政府下周三会公布一份新的施政报告 最多受访者认为政府要优先的处理房屋级规划 以及政治级管制 其次是民生级福利和经济发展 政府正在研究由家勤业界提出的建议 在达古岭检察站以车过车活机不落地的方式进行出击 下午将到达古岭咨询村民的意见 由村民表示反对 并计划在会场拉横幅来进行抗议 食物级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则希望 最快可以星期三恢复本地的活机供应 位于达古岭由旧政府农场改建而成的本地活机检验站 选址贴近民居 即使是业界建议在检查站以车过车的方式进行活机的发放 居民仍然担心会有健康的风险 最希望是关闭检查站 食物级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就表示 渔户署正在设计本地活机在检查站车过车的具体流程 如果咨询居民的过程顺利 最快会于星期三的凌晨就开始实施 当局会尽量向居民解释 期望得到对方的谅解 他不猜测居民一旦反对方案 正否是否会强行实施 看完了以上的要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爆23721.32点 跌136.5点 国际指数爆12206.71点 跌了38.64点 从盘面上看跌多涨少 首先来看一下涨幅榜方面 华润质地涨4.8%为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港交所涨2.5% 中美能源涨2.4%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国泰航空跌3.32%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银河娱乐跌3.2% 中国人受跌2.4% 美国奥巴马政府为围绕美国原油出口禁令 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做好了准备 为应对廉价原油所带来的影响 美国将允许将更多的轻加工石油出口到海外 上周这项决议决定 把美国保持40年之久的出口禁令 提上政治议程 一些人对液研油生产的环境影响 就表示感到担忧 批评原油出口禁令的人士表示 这一上世纪70年代的禁令 已经过时就应该进行取消 因美国面临的是液研油的供应过剩 这削弱了国际市场的需求 因此减少了美国对石油的进口 自从去年6月以来 油价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已经跌了将近一半 至每桶不到58美元 这正是危机美国一些 液研油生产的经济前景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 就表示要行事谨慎 因为他希望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措施 但也一直称赞液研热潮 推动了经济增长 并减轻了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 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 4日就宣布 今年研发事业的目标 为科学技术与信息通讯技术 ICT研发 实现国民幸福与经济的二次飞跃 韩国未来部还表示 该计划以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 创新性以及战略性的科技技术 ICT技术发展为基本的方向 并将进一步来推广研发的成果和用途 加强整个研发过程中 所有环节的联动以及投资 从而加快创出 以科学技术ICT为基础的新市场 以及新产业 今年的总投资额较去年增长了7.9个百分点 按各环节来划分 技术开发投资为2.25万亿韩元 基础研究为7443亿韩元 基础设施构建为6402亿韩元 而产业化及标准化则为1617亿韩元 科技以及ICT人才培养就则为1550亿韩元 中国制裁发出了引颈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指年度的综合纯利比较 预期集团截至2014年的12月31日指 年度的综合业绩将录得净亏损 公司发引颈的原因是集团位于中国江西省凤兴县 冯田开发区福达陆的生产机第三期发生了火灾事故 三期已经进行了关闭已经暂停生产 初步评论显示完成一号车间和仓库的清理和修复工作 以及三期生产线的重新安装需要历时数月的时间 经初步的评估预计火灾事故对仓库和一号车间的若干库存 若干的机器设备以及部分的建筑物造成的损失总额 将会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 火灾事故对集团造成的最终损失金额还有待确定 集团目前已经根据了相关的保单 就火灾事故提出了保险的索赔 为可能支付给集团的保险赔偿金额而尚未确定 但是预计保险赔偿不足以弥补以上所估算的损失总额 澳门博彩收入近年就高位回落 过去一年澳门赌股的股价表现同步 更可用从天堂跌落至凡间来形容 相关的股份的累计跌幅最少有35% 六大赌股的市值蒸发将近5700亿港元 当中两支篮筹股金沙中国以及银河娱乐的市值蒸发 达到了3133亿港元 随着澳门博彩的收入持续下滑 六大赌股的股价出现了巨大的调整 跌幅最大的是赌澳博 年类累计跌幅达到了53% 其次是美高美中国累计跌幅达到了41% 股价跌幅最少的要算是交通疏落的辛豪博亚 全年累计跌幅达到了35% 不过该股二日就突然的公布 有意撤销在香港的上市地位 仅保留美国预托证券ADR的主要上市地位 主要因为未有适当的机会在港进行集资 以及额外的成本高昂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的要闻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1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